这五点就从家出来了 那么半个小时到机场 他先是在一个小的 就是那个机器自动 打印那boarding path的机器上 那么那个帮你的assistant 他先给你要了一下DV form 那DV form的话 就是进入古巴的 要填的一个表 应该是西班牙文的 当时问那个旅行代理 他说不需要 后来我还是填了一个 那么他生成了一个那个QR Code 那么在这个美国这边的 上配机的机场 他先查一下这个 然后再查一下 你的护照和航班的情况 然后这样就给你 打出一个那个Luggage Tag 就是说是你的那个标签 你托运行李的标签 我是托运一个大行李 那么这个行李的话呢 不在Miami取 他是直接飞往哈瓦那 然后拿着弄好标签的行李呢 去Check in一下那个Luggage Bag Check in完了以后呢 就是说很简单 然后你就拿到那个 就是你boarding path 实际上在第一步的话 已经都拿到了 那么Check in完Bag以后呢 你就去做安检 安检很容易很快就过了 那么我现在已经过了安检 然后我去我的门 我的Gate是9 我去等 这总共用了45分钟 每次出门旅行 就跟打仗一样 那个工作追着你 跑都跑不掉 都没有时间去弄这些 旅行的信息 都是见缝插针 那么来到这个 纽约这个机场 主要就是说是 这个还真不知道 它是第一个的话 就是让你自己 是American Airline 让你自己到它的那个机器上 扫描你的护照 办理那个Check in手续 那么它 首先要你的那个叫DV Phone 那个是58 就是说是它特殊 就是让你填的一个入境的表格 还是西班牙语的 或是前两天填的 因为那个旅行代理说不需要 后来我想还是填一下吧 它会给你生成一个QR Code 那么你在机场的话呢 会帮那个 就是说自动Check in的 那个机器旁边的服务员 会跟你要一下看一下 可能也死蛋了一下 我记不住了 那么弄完了以后呢 它会给你打出两段的登机牌 一个是从机场到迈阿密的 还有第二段是从迈阿密 到哈瓦那古巴 那么你的行李呢 就是说也打出一个行李牌 那个行李呢 是布仔阿密 布仔那个迈阿密 在提起行李是直接 飞往哈瓦那 就是说是给你的是登机牌两段 然后行李牌 那么你拿着你的托运的大行李 哦 还忘了一件事 就是说因为这个行李的话呢 它要收你三十美金的行李费 那么你付好了以后呢 你拿着你的行李 去到那个去排队 到那个阿密阿密的那去排队 人不是很多 一会就排到了 排到以后呢 就把你的行李称一下重 那么五十磅 不是一磅都没有问题 它都会让你上飞机 那个行李 这之后的话呢 就往前走 那么去 去那个安检 Security 那个呢 也很快 拖鞋 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这个都是很标准的 那么弄完了以后的话呢 你就过了安检 就可以到你后机的门 那么我是9号9A 等待飞机 我们飞机起飞是 7点50 那么它应该是在7点20 要boarding 要开始登机 办理登机首先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它那个前台 因为我们这个呢 不是从这个机场 直接飞滑完了 而是现在 迈阿密停留中转 它说呢 那个所未扣的 Visa Card 实际上它是叫旅行卡 Travel Card 就是两连 粉色小的 那个 FORM 应该是在 迈阿密机场来 但是因为我和我的女友的话呢 我们都提前 就是说是网上购买了 反正是85块钱 再加上一些手续费 大概是 112还是120美金 我们时间都已经在家填好了 所以呢 迈阿密中转时间很短 我们就不需要在那里买了 这个飞往迈阿密的 这个FORM9 非常小 就这么一堆人 看来是一个小飞机 那个 别人问我出去旅行 这次旅行是不是很兴奋啊 那我真的 我没有觉得特别兴奋 可能是因为这个Tour定的时间 比较久了 另外的话 就是说 出门之前的话 工作追得你 长不过气来 就好像没有一种 要休假之前的感觉 然后又打行李 还是非常非常忙 昨天晚上打行李 打得很晚 那么通常的话 都是会过至少12个小时 或24个小时以后 到了当地 才感觉进入休假的状态 飞往迈阿密的飞机 一坐的是一个六台座的 不太大的小飞机 它是7点50起飞 那么11点 每个飞行 3个小时15分钟 将到达迈阿密 飞机起飞了 飞机7点50的飞机 8点16 才真正的起飞 超快 这是凌晨 坐飞机8点16 这是纽约的上空 看起来还不错 飞往迈阿密 喜欢坐在靠窗的座位上 看飞机器没有降落 这些等级的市场的东西 刚才去洗手间 服务员老婆 对我刚才拍照的 她说 他说迈阿密需要不了这个摘肩 非常满佛 然后我说我是去古巴 我说哦 那去古巴 给你点水吧 一杯勇章 非常好 我聊了文天 她说实际上那个从 尼尔克飞那个迈阿密的话 用不了三个小时 一个小时50多分钟 这样 飞到迈阿密的上空了 这边你看水比较多 然后另外一个吧呢 就是说它有绿色 上次去迈阿密的话 我说来迈阿密的话 应该是在十五六年前 我们去的那那个 Ever 跟来的那个国家 看那个俄鱼 坐的那个车 沼泽上的车 迈阿密的这个海滩 是蛮滤的 这是出来之前做的枝架 这是古巴国旗的颜色 应该是这种版 和红色 小瓜 插着空做的 跟打仗似的 海边的一些高楼大厦 我是很清楚 这边好看的 这边好密碌 这么多点美好 你看很多票 你看看 谢谢 这边跟北边 截然不同 望近 桥 呀 你看 哇 这里叫桥 接来蛮漂亮的 哇 飞机很迟 11.06 见过在 迈阿密机场 只有8个小时的 外面转机时间 17.06 40多分 然后40分钟的转机 转机时间 非常减 在第22 第二十二门 转机还可以 时间还算挺富裕 蜜的一些 机场的画 这边走过来的 然后又转 到第22门 去转去哈马那的评机 还行 迈阿密的机场 给我印得来的错 反正它也不是特别新 但也不是特别好 从下飞机到走 到我们的 22 gate 走慢的话 就10分钟吧 走快的话 5分钟也差太多 飞机的 这边不知道 为什么弄的 衔接这么多 完全上的那个 上一个飞机的沿路 才能达到 一个地线 弄的是 金色的 我这可能 还真是走快了 也得10分钟 它旁边 它就是 Gate Visa的地方 我觉得 其实挺方便的 它这个蓝的的话 它就传你这儿 Bolding Pass 还有那个 护照 还有你的那个 Visa卡 交给你做个记录 就是要把护照 那个入境 叫入境 叫Java card 还有那个 护照 Bolding Pass Java card 都拿好 当然就是 还得在当时登币一下 然后排队 进行Bolding 这个是 Hava那 58 H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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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点17起飞 现在的话是 1点56 PM到 58 Hava 那 应该时间怎样 58和美国人 小飞机 就是 一排六座 一看这边 那人长得都是像 58人 上了飞机 离起飞时间 就17分钟 很紧张 NAP飞往 Hava 那的飞机 一年起飞 张张犯了 40分钟 40多分钟 这个是AAA这个飞机 之间所为 非常像 这个往后 那个靠的 请节度 也就这么一年 非常有限 只能 将就 等 天赋的白云 还蛮漂亮 现在看起来 这个MARBP Hava那的飞行时间 也就50多分钟 我们的 就说 整个 从 Bolding Pass 的飞行 Hava那 不算等的时间 只谈飞行时间 就3个小时 所以 非常紧 巴黎 美国 很远 很紧 像北京 到上海的飞行一样 那雪特别好 这是不是 那个加勒米海 应该是吧 到古巴上空 哇 还挺美的 满满的海水 这边是雨地 风景 风景 没过 这边很绿 这边 这边真的很绿 这风景 也真是挺不错的 哇 太好了 比美国那边 绿多 这边应该是 70度左右的 好天气 这是绿色的植物 红色的土壤 给我的感觉自然的光 还是挺漂亮的 大家从飞机上看 给我的第一印象 还不错自然的光照 看起来都是绿油油的 大家还不涨 现在是 2点整 到了哈马那 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飞行时间 对哈马那机场的一些景色 那哈马那的机场 现在 出去 这是 刚一出来的 机场 看到的 看那里机场是不是很大 跟着人溜走的 这是 古巴的机场 我可以看一看 这边出的光 这边提行李 它简发 容易第一道光 就查你那个QR Code的 那个入境表 很快 它也不仔细看 进第二道关的话 就是看你那个Bording Pass 哪来的 第二段飞机 迈阿密到哈马那的 然后另外看一下 你那个 路径的本联 好像也没有撕掉 那么 看一下你的护照 然后问一下 你是不是是美国人 Amerikans 对吧 态度非常友好 人我觉得还蛮 三好的 比进伊朗 也不难觉得 第三的话 就是你手机的行李 随身的行李 过一下它的那个安检 扫描一下 很容易 而且没有被抽查到 所以出关的话 还是挺顺利的 接我的司机 这边出机场的那个 看到的那个景色 还行 没有那么破继 挺好的 那个出机场的那门头 小门头 里面机场不大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 大会堂的那种感觉 很湿的 司机刚下雨 你的司机 它叫Baddle Baddle 耶 然后呢 我们这是沿途 出机场 特别绿 好像还刚下过小雨 感觉空气很惊心 有点像度假的感觉 和现在 在美国 对 对 但是 你知道吗 因为 这语言语 我认识 中国 对 中国 中国 我们现在已经到 尼哈巴拿 坐上那个 出租车司机了 现在是 2点 56 他说了半个小时 就应该开到 我们住的第一个旅馆 很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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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小房子 车 真老 刚才这人的话 他就是穿梭 我们从机场到河海 那我们那个旅行的话 会有专程的司机 I don't know 2 or 3 3 days 3 days 1 day 1月 他们在了新年 大家都吃猪肉 开party 跳舞 刚才给我和 给我和女友一人一根 那个古巴的雪茄烟 闻的真挺香 说这是真的 说这是我们新年的 一个小礼物 但是回美国 不让带到 不知道一根 是不是允许 不知道 古巴真的 南美洲这块都挺绿的 现在是1月份 挺好 可以几号 街道上的一些景色 哦 他说 古巴70%的车 都是老车 因为那只后的话 他就没有别人的车 看来 这是他们自己的车 他们是不能进口 没人给他们进口车 这个车是韩国生产的 肯定不是Apple 因为他们可能有美国的这个车 看来 在Cuba 是中国人 所以说是中国人 全部 韩国人 还有日本人 没有问题 这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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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在这边 有很大的那个社区 挺多中国人的 拆盖 但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城里的话 刚才过那个和我是解家补厂 这是他自己的大车 那么谁先上来 走 走 这空气真的好像有点脏 嗯 然后它城里的话 就是有医院啊 图书馆 然后诊所 一场这个沿途这个路 景色还真挺好的 虽然房子破旧 但是那个植被看得特别舒服 一个骚散的医院 这有点就是 拉丁美洲的那个感觉 就出来了 一听这个骚散 很矩 imposing 我们说 会 别 有点 なんか 小心 我们 我们 这个 谢谢观看